接下来全球现场我们一块来关心的是 美中关系持续的紧张 双方的高层官员在昨天进行通话 北京警告美方打台湾牌 必将把局势引入险地 更多内容接下来把时间交给若宜 好 那么这个美国总统拜登呢 即将在20号要出访日本还有南韩 然而呢 现在这个中美关系是持续紧张 那么这个中共中央外事办的主任杨洁篪 在昨天呢 是应邀和这个美国的国安顾问 苏利文来进行通话 那么今天苏利文呢 也有了最新回应 一起来听 那其实这一次通话呢 也是这个苏利文 3月14和杨洁篪在罗马会谈7小时之后 再度进行谈话 美国方面是表示呢 这是延续了当时的 3月的会晤的议题 包括了有这个区域安全啦 非核扩散啦 当然也触及到了俄乌战争 还有美中关系的特定议题 但是呢 苏利文没有说明到底什么是特定议题 但他也对杨洁篪重申 这个美国基于台湾关系法 美中三公报还有六项保证的一个中国政策 并且关切呢 北京在台海的挑衅举动 那么另外呢 刚刚有最新的消息出炉 是根据这个新华社的报道 杨洁篪这一方面呢 是警告苏利文说 台湾问题呢 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 最敏感 最核心的问题 美方是多次明确表示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不支持台湾独立 但是呢 最近美方在这个台湾问题上的实际行动 还有表态是大相径庭 如果美方只一打台湾牌 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 必将把局势引向危险境地 那么除了这个杨洁篪和苏利文通话之外呢 这个就在拜登要出访日本南韩的前夕 大陆外长王毅昨天呢 也和日本的外相林芳正举行了一场视讯会晤 由于这个拜登呢 他到日本之后要出席 由日本主办的这个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的峰会 对此呢 大陆外长王毅就表示说 日本和美国呢 是这个同盟关系 但是大陆和日本呢 则是缔结有和平友好条约 他说日美双边的合作呢 不应该挑动阵营对抗 更不应该损害中方的主权 安全还有发展利益 他说希望日方呢 可以记取历史教训 着眼地区和平稳定 务必谨慎行事 在谈到双边关系的时候呢 王毅指出最近日方在台湾等涉及大陆核心利益 还有重大关系的问题上头呢 消极动向凸显一些政治势力 无端抹黑攻击中方 严重损害到了双方互信 也动摇了两国关系的根基 王毅说这个日方呢 应该要恪守至今做出的承诺 遵守两国间的基本信义 不让试图破坏中日关系的势力做大 那么在日本这一方面呢 林芳正表示哦 日中呢是拥有广泛共同的利益 合作潜力巨大 愿意呢和中方一起保持这个坦率 沟通要增进政治互信 那么这个瑞典首相安德森 还有芬兰总统尼尼斯托呢 将会在19号要访问美国华府 和这个拜登来会晤 那么拜登也表示 他支持芬兰瑞典申请加入北约 但是要如何说服 已经表态不挺这个芬兰瑞典的土耳其呢 拜登今天是乐观的表示 他说一切都会顺利的 另外白宫也在今天证实哦 这个白灯的女儿艾希利确诊了新冠肺炎 艾希利呢今年四十岁 但目前还不清楚 他最后一次和父亲拜登见面是何时 根据他的母亲 也就是美国第一夫人的发言人表示呢 艾希利并没有和这个总统拜登 还有第一夫人近期有过密切接触 他原定呢 五月十八号的时候 要和这个基尔拜登出发 前往南美洲国家厄瓜多德 但是呢已经因为这个确诊所以取消行程了 再来看到一个最新的画面 是美国有一名这个出版商呢 他把这个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的生平故事 画成漫画出版 漫画当中呢描述这个三年前 泽伦斯基是如何 从一名这个喜剧的演员呢 当选总统 直到现在呢 面对这个俄乌战争 出版商表示呢 他其实有乌克兰血统的 他的祖父母呢 都是乌克兰移民 所以这本漫画呢 对他意义重大 漫画的发行时间呢 是美国的时间十八号 部分的收入呢 也将会捐赠给国际红十字会 讲到乌克兰就要来关注 这个俄乌战争 已经进入第八十五天了 俄罗斯昨天是宣称呢 正在这个乌克兰 动用了他们新一代的 高性能雷射武器 这个这款武器呢 可以烧毁无人机 有效对付这个西方国家 提供给乌克兰的大量军火 并且呢 可以使这个地球上空 最高一千五百公里的 这个卫星也瘫痪 如果俄罗斯所言属实的话呢 这个俄乌战争 将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俄罗斯方面透露 一管名为佩列斯韦特的雷战 作战系统已经广泛 部署于乌克兰 不仅如此 俄罗斯手上还有比这更强大的 雷射系统俄方宣称 已经在队伍战争中 动用了这个武器的原型 名叫扎蒂拉 但是俄国的说法 还未得到证实 而网络上一段影片显示 乌克兰M777榴弹炮 遭到俄军的打击 M777是美方军援乌克兰 最先进的武器之一 另外首度有被控犯下战争罪的 俄国士兵认罪 21岁的坦克军指挥官西西马林 被控于在乌克兰苏梅州 杀害一名手无寸铁的62岁平民 在金服地方法院开庭审理之后 他证实认罪 而CNN的记者也走访 位于卢干斯科州的比洛哥里夫卡 在这里俄罗斯遭到战事以来 最大的挫败 到处都可以看到俄军被摧毁的坦克 而日前麦当劳表示 将结束经营30多年的俄国事业 不再使用麦当劳的品牌 以及菜单之后 大批的俄国民众 前往硕国均存的麦当劳店家 即使要等几个小时 也要品尝最后汉堡的滋味 记者综合报道 我们有三种版本的这个水神的雾化器 这个比较大的 它是比较适合大瓶树的 那再来呢 还有这一种款 这种办公室很多 你还可以买这个小型的 放在你自己的桌上 哪里买呢 我们的快点购网站上面就有咯 记得输入优惠 马上就给你折扣